你剛剛講的那總共五段程式的話 其實這個是第一個,這個是1 所以你可以,如果你上禮拜沒有存到檔 這邊Ctrl C,然後貼過來第一個 貼到哪裡?貼到模組裡面這一段 那第二段的話,我們就是這個 刪掉不要列,這個是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中獎號碼 不過中獎號碼有兩種寫法 一個是寫這樣子,一個是寫這樣子 反正兩個都一樣,結果都一樣 一個是跑那個負回圈 然後一個一個填那個數字上去 那一個是整個陣列 直接放在一個範圍之內 兩個結果都一樣 那只是說哪一個,你覺得好寄 你就寄哪一個 資料剖析的話是自己錄的 這個是第四段 那第五段的話就刪除 用Colence物件刪掉 然後自動調籃框 那第六個的話就是什麼 把他們全部都整合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上個禮拜的資料 假設沒有存到檔,很簡單 你就把這六段 複製貼到哪裡?貼到模組裡面 有沒有,其實就可以亂了 就是這些東西,一模一樣的 OK 然後就可以把全部的 歷年來的那個大六個號碼 就瞬間把它抓下來 Colence物件下 總共應該是2154列 2153列資料 所以每一期的話等於是 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 七個號碼 那再來就是第二階段 就是算它的那個 包含就是說它的機率 那機率的話我習慣是把它 用一個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存個格式 我是用那個分數這根去改 用那個100為分母 然後它可是沒有1萬為分母 所以我制定一下 自己補兩個0上去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就可以看出 1萬次的次數裡面 它出現的機率是215 其實蠻清楚的 比那個小數點 我覺得更容易閱讀 當然如果你不做這個格式 其實也沒差 只是我覺得這樣格式 看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 OK 那最後排序 然後呢 並且把排名前七名 因為其實我們主要是要算 哪些排名是 是機率最前面的 所以我們本來是寫一個格式化 還記得吧 格式化 把那個排名是小於等於7的 底色加上一個黃底 OK 然後加一個清楚 格式化清楚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希望把某一些數字 可能某一個條件也許是在排名 然後呢 你要做的動作可能在這個 可能排名要做的是號碼的話 那其實你就可以寫個格式 上禮拜我們有講過 所以細節部分 可能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其實就跑個回圈 for i 等於 哪一列到哪一列的範圍 然後呢 我們把它的c欄 有沒有 c要是i列的c欄 只要它的條件是小於等於7的 所以它這個意思就是說 它會幫你從什麼呢 從第二列到第25就是c的2到50 把裡面每一個資料抓過來 放在這邊 比對一下 是不是小於等於7 如果是的話呢 把它同一列的A欄 所以同一列的A欄就寫這樣子 這個底色 底色是Interior的顏色有沒有 把它改成RGB 那這樣的話就改黃色 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執行完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只要是排名是小於等於7的 它這邊底色就變黃的 那如果你要去掉的話 很簡單嘛 把那個格式化 後面的顏色本來是RGB 25250就黃色嘛 改成無填滿就沒有顏色 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就OK了 不過啦 其實說真的格式化清楚 理論上應該就不用管 那個到底條件是不是小於等於7的 理論上其實不需要判斷 因為其實全部清掉就好了 所以其實這樣 就是把它怎麼樣 把這個判斷拿掉 然後這個說牌也不用說兩個 說一個 所以可能按Delete按4下 讓它往回 這樣的話就變成這個範圍 整個格式通通恢復 OK 把它恢復一下 這樣就恢復了 就是XLNA 這個就沒有顏色 它其實就是油氣筒裡面的無填滿 就這個啦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格式化 格式化清楚 把它完成 但是最後的話 這個叫前期名跟前期名清除 其實主要是 因為格式化雖然也方便 但是其實還是不太方便的地方 就是你要捲動那個有沒有 捲動往下才看得到 說到底哪一些號碼是 中獎機率是最高的 其實還是有點不太方便 為什麼因為每次你看個號碼 你還要再往下捲動才看得到 其實不太方便 最好是直接幫我把那個黃色的資料有沒有 直接就幫我call到哪裡 call到這裡來 所以我們本來是寫什麼 把這邊的資料2號call到第一個 把8號call到第二個 把11號call到第三個 一直可以推 上禮拜有講過吧 這個其實還蠻常會用到的 我是直接拿格式化來改成前7名 所以改完之後 改的地方其實就是 本來是這個嘛 格式化對不對 還記得把它改到這邊來 有沒有 然後差別是說呢 格式化是把底色變成黃色 可是我們現在不是要把底色變黃色 而是把2號 在這個號碼直接call到這邊來 這個上禮拜特別強調 那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某個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格 而且這個儲存格的欄固定 一定是第一欄 但是列的話 不見得一定是第二列 可能第二列call完之後要第三列 第四列一直可以推的話 所以我們會需要把它改 所以call的話很簡單 就是把後面的底色部分 delete掉 那這個裡面放的 其實就是2號的資料 call的話其實還記得 中間加一個等號 然後呢 這個儲存格 拿著來拖 這個改 這個儲存格位置就是 sales 第一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改成2 OK 不過如果假設你這樣call 我們上禮拜做過 你變k可不可以跑 k跑 但最後只剩43 因為它只會一直往下 把它蓋掉嘛 所以如果要不讓它蓋掉的話 你需要再增加一個變數 那個變數的話呢 我上禮拜講過 我的習慣是用k 它的初始值等於2 然後呢 讓它每一次 就是call過去之後呢 把k等於k加1 讓它往下放 再把這個k放到這邊 因為這個2一定要改變 這樣OK的 所以你會發現執行 他會 先放2號嘛 然後再放8號 再放11號 底下應該是 再來就30啦 所以一直累退 30、31嘛 分別都call過來了 這樣就列一個表了 所以 我想應該是工作上面還蠻常會需要就是 把你找到的資料挑 要不然就是把它的底色做一個格式 要不然的話就是把乾淨資料call過來 OK 所以基本上上個禮拜的那個格式化 大概 但是最後好像我們 快結尾的時候 有 有講到一個就是按照順序 因為呢 排名 我們現在是先找到 所以呢 第一個排名這個是第四名 可是他放第一個位置 那如果我希望呢 把那個什麼 排名按到1 第一名的話 所以往下打 第一名應該是放41 所以應該把41放在這邊 那二的話呢 應該是找到第二名 第二名 這有時候 在這裡 8號 所以8號 8號一樣 所以1、2、3、4、5、6、7 按順序放 所以喔 這個比較難一點點 可是後來我是想了一個方法 是最簡單的 就是在這個K的這個地方 動個手腳 也就是說啦 我K的這個變數 我不要用剛剛這個邏輯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K等於2這個拿掉 那K等於K加1這個可以把它 K等於K加1這個地方呢 也可以拿掉 所以K的部分呢 上下兩個K拿掉 那可是K還在嘛 我們還是用K好了 K等於什麼呢 就是拿它的名次啦 所以假如說它的排名是第四名的話 理論上它應該是放在 因為它從第二列開始放嘛 所以這邊不能放嘛 這個是放第一名 它放在第二列 有沒有 第二名的話呢 放在第三列 所以第四名應該放到第幾列 應該第五列嘛 應該第五列嘛 所以應該是把 把這個二應該是放在 第五列的位置 應該放這裡 所以二號應該停在這裡 可是這個怎麼寫呢 其實很簡單嘛 它的名次 名次這邊不是 四嗎 所以把名次 它的名次 實際上就這一個啦 就這一個 Sale是I列的C啦 裡面就放它名次 然後把它向下一列 所以加一就可以了 這樣應該OK了 可是上個禮拜好像有發生一個問題 把它先清掉好了 我們先清除 執行 就剛剛講的 就是呢 最後好像只會顯示 那個六名 你說不對 為什麼第七名不見了 主要原因我剛剛有提吧 其實就是因為 他的那個名次有重複的問題 有沒有 這個第六名 第六名有兩個 所以沒有第七名 也就是說呢 如果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想想看 這個地方 如果假如呢 我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當然我想到的 可能直接想到是這樣 就是說呢 理論上應該第六名他放了 所以我這邊把它設個中斷點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其實理論上應該是這邊中斷一下 讓他跑一下 這個第一個應該是 第五 所以請各位想想看有什麼方式 可以解決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想一下吧